秋云 怎么了啊 夏姨 这怎么了啊 夏姨 夏姨 我有淋水破了 快 去脚车 送医院 怎么了这是 秋云要身了 秋云 你忍忍啊 别紧张 放松 放松 秋云 高大爷 你帮忙给秋风打个电话 秋云要身了 让她赶紧去妇产医院啊 好嘞好嘞 我现在就给秋风打电话 好好好 谢谢你啊 别忘了啊 好 快点 慢点 慢点 来 慢点 慢点 是不是要生了吧 秋云 来 小心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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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关门了啊 去你慢点啊 快慢点 别着急 是不是太慢了 慢点 慢点 这要是生了 给咱院子就圈一口人 就是 是呀 这你们圈个娃多好的啊 对啊 好 好 小爷 秋风打电话 我姐怎么样了 羊水破了 有 有危险吗 这要是 医生正在会之上 不是还没到预产期呢吗 谁是秋云的家属 我是 医生 刚才这位产妇 出现难产大出血 我们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对 这手术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 必须征求你们家属的意见 是保孩子还是保大人 大人孩子都要保 这给意外 只能有一个选择 告诉我 保大人还是孩子 保大人 姐 不行 妈呀 家长在这儿 说话呀 要不 保 保孩子吧 马大前你说什么呢 你有权利决定我姐的生死吧 那我儿子那也要命的 万一是个儿子了那个 大夫 听我的 保大人 不行 我说的 保 保 保儿子 你 确认了 我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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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医院知道吗 你啥 看见没有 这是医院 大夫 听我的话 赶紧保大人吧 你是 我是产妇的母亲 我有权做决定 不行 大夫 我 我 我是他男人 我 我要保 保儿子 马大前闭 闭嘴 你有什么权利决定 求你的生死 秋风说得没错 你没这个资格 我 我怎么都没资 你们讲不讲理啊 你们生孩子的 那是我媳妇 生出来那也是我儿子 我倒没这个资格了 我 快去签字吧 不行 我 我在这儿呢 志余先生 你也跟我来一下吧 我 行 行 行 没事 没事 别着急啊 这事啊 你们得赶紧决定 产妇的命要紧 我们得赶紧手术了 大夫 我说了 要保大人 你又哭什么的 这在生个事呢 那我哭的是我儿子呀 这还没生呢 这就让人给害死了 我不是说如果吗 没什么如果 我 我要我儿子 王大贤 就秋月的命要紧啊 那我儿子命就不要紧了 那个 你别瞎闹了行不行啊 秋月你在这儿抢救呢 你知道吗 大夫 赶紧签字吧 你同意吗 我不同意 我一同意我儿子没了 再不签就来不及了 这是一条人命啊 赶紧吧 大夫 要不这样吧 出了事情 我来负责 你 你 刀 你负什么责呀 你负了我儿子的责吗你 给我 不行 你 你不能签这字 你 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我 也不知道都怎么样了 这要是大人和孩子都没事就好了啊 小燕 我解什么情况了 我签完字了 医生会敬礼的 怎么样了 按把字签了 这 这不是要断在老马去后的吗 这不是 没事 没事 放心啊 没事 放心 来 看一下是个女孩儿 六斤饭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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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这是什么 大人的孩子都保住了 手术很成功 谢谢医生 太好了 太好了 平安就好 好了 把心放不住了 我们是 那个孩子的身体很虚弱 已经被送进保温箱了 那我们能去看看吗 你们只能在外面看 不能进去 不是 我问你一下 我那儿子怎么样啊 是个女儿 跟我来 你又怎么了 飞这么半天气 感觉生丫头片子 哎呦 妈在那儿呢 请问你看 这孩子 长得多好呀 可不是吗 你姐为了生这个孩子吗 可是没少受罪 小爷 你看那小腿 一顿一顿 你们生下来的时候 也就这么一点儿大 看看现在 不知不觉 所以 都抢了那么大 体温正常 注意个招养吗 谢谢 小爷 别起来啊 快躺着 秋风呢 风剑呗 说女人生孩子 她进来不方便 小爷 孩子怎么样了 我刚才去看过了 挺好的 真的 哎呦 你看你 别哭呀 坐月子的时候 不能哭 对眼睛不好 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不管怎么说 你跟孩子都好好的 刚才医生让我签字的时候啊 真的吓死我了 我现在就像你这样子 别急 别急 等你好点了 再见孩子 听话 不是说了吗 坐月子的时候 不能掉眼泪 哎 孩子 顺顺利利生下来 你也健健康康的 小姨心里的石头啊 总算落地了 马大仙 还在外面等着呢 我不想见他 你看他吃得多带劲啊 哎呦 哎呦 小姨 你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嗯 我看这孩子啊 挺大个儿的 这起名字啊 得反着起 这样好养活 就叫小小 小小小 小小好听 就叫小小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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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像我吗 像跟你小时候啊一模一样 真的 你妈生你的时候 我还在剧院的学员班 哎 来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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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我来 跑来 跑来 别哭 别哭 好 别哭 好 抱抱 小姨抱抱了 怎么了这是 没事 吃饱了 想睡了呗 是吧 我们要睡觉了 这孩子怎么样才能养大呀 你不用愁 孩子啊 只要生下来 他见风就长 真的 你看 笑了 是 刘长 还睡觉了 宝宝要接走了 好好好 来 小心点 来 邱云 你喝点鸡汤 你怎么又哭了呀 小姨 我太没用了 我已经开始想笑笑了 等你出院了 让你天天看着笑笑 来 快喝鸡汤 自己来 对了 对了 小姨 秋风呢 秋风回文化馆了 怕回去晚了 大门关了 叫他回家来住吧 我跟他说了不止一次了 现在就我一个人 家里有的是空地方 可是他呀 就是不肯 你说他也真是的 苏叔叔不是都给他 找好了美术馆吗 这是干吗呀 干吗非要去 基层的文化馆呢 刘笑的是黄了 他是嫌你苏叔叔啊 不够尽心 心里啊 憋着气呢 没关系 他不回就不回吧 我经常去看看他就行了 他让你操心 看你说的 小姨不操心 还让别人操心呀 对了 小姨 住院以后 我想回家去住 行吗 当然行啦 正好学校快放假了 我好好给你做月子 你想吃什么 尽管跟小姨说 真香 小心烫 对了 这个马大小 怎么那么久都没来看你呀 他不来才好呢 来了我还腻了 是不是因为你生了女儿 他不高兴了 女儿是我自己的 跟他没有关系 立成 这是住院清单 我明天办你的住院手续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白天 这是孩子 你是为啥 你看看 我咋好 你都没泪衣 我还没泪衣 我还不泪衣 我借了 我还不泪衣 我还不泪衣 你我们没事吧 小小小姐 秋云 你慢点啊 对对 慢点 秋风回来了 秋云 秋云 她生的男孩女孩啊 女孩女孩 女孩女孩 女孩女孩女孩 女孩女孩女孩 女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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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了吗 生了吗 长大的屁股 真漂亮 真漂亮 几斤啊 六斤半 六斤半吧 我们快点上 我们先进去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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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你真好 这生个女孩儿好 女孩女孩儿好 女孩儿好 小女孩儿好吗 女孩儿好 我这熬鸡汤呢 马上就好了 一会儿给人蹈过去啊 我去 我还给她蹲鸡汤呢 你说你这个人 人家住院一礼拜 你去看都没看过 这回来了 你总得去看一眼吧 连个儿子都没给我生出来 我还看她去 你混蛋 那生孩子的事 是男是女 谁说得准啊 那怎么了 我这不是想给老马家 传统接个带吗 那她倒好 这不让老马家 断子绝孙了吗这不 瞧我说 就你这好男人 难怪你不照待见呢 生女孩儿怎么了 我不就生了点点一个闺女 你姐夫说过什么呀 你姐夫也没嫌弃过我呀 我告诉你 就这点 姐夫比你强一百倍 你这 干嘛呢 我说生儿子的事呢 你这夸我姐夫干嘛呀 行行行 别啰嗦了啊 一会儿给人把鸡汤端过去 喝了鸡汤才能下奶呢 我不去 要去 你去 我这困着呢 睡觉 你混蛋你 修修 你看这孩子没眼笑起 你不知道在医院的时候呀 医生出来弄我 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可吓死我了 幸亏手术及时 孩子大人没事就好 不过邱云得好好调养调养 把前段时间亏了的器械补回来 那还用你说 我能不给邱云好好调养吗 端起当外婆的架子来了 那是 瞧你美的 晓晓 好乖啊 我还熬着鱼汤呢 我去看看 晓晓乖 乖 晓晓真乖 邱云 来来来 还抱着孩子 我去帮忙求婚 好 谢谢啊 邱云 邱云出院回家 怎么没进满大霞啊 就别提她了 为什么 邱云难缠要做手术 医生说问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你猜她怎么说 她说要保她儿子 真的不是东西啊 我当时气坏了 什么也没关就欠了字 这才做的手术 你猜她怎么骂我 她骂我杀了她儿子 这男人也太恶心了 还有更恶心的呢 邱云生了女儿 住院一星期 她一次也没来看过 叫我看 邱云就别回去了 等孩子大了 就跟她离了 嫁给这种男人 就是活受罪 我也是这么想的 哎 秋红 师兄和你说的那事 你真不考虑了 你是说联合演出的事 还能有啥事啊 你们演吧 我演不了 为什么演不了 我跟师兄就看了一出戏 马国兰就闹出那么大动静来 要是一起排练的话 迟不定闹成什么样 我可不想挨马 你管她呢 我能不管吗 你都看见了 这马过来闹起来 那可是不管不顾的 我不想因为一出戏 闹得鸡飞狗跳 闲话满天飞 何必呢 看来 你是真让她给拿住了 你没处在我这问证 根本理解不了我的感受 你就跟你家刘柯说 我演不了 让她另外找人吧 去鱼塘是不是快好了 我看看 秋云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孩子 出去 出去 秋云 你听我说 我来看看闺女 你就别生气 我跟我跟我跟我 我出去 我看看你 王大侠 小姨 你怎么不长记性 不是不让你叫我小姨吗 小姨 您看看 您那孙女都抱上了 您就看在我闺女的份上 您消消气 现在知道有闺女了 秋云剩下孩子那几天 你去哪儿了 我那不赌气呢吗 你赌什么气 我这是想要个儿子 那谁知道秋云 给我生个丫头骗子呀 这话你也说得出来 秋云是死是活你不管 她坐月子你也不管 你现在知道有闺女了 现在知道当爹了 小姨 你 不许叫小姨 赶紧出去 小姨 我去看看 出去 这咱不生气啊 我姐说了 这产妇不能生气 一生气奶就给气回去了 我 我就看一见闺女 好吗 你来什么 你不走 出去 不是 我得看看 不去 你要是咱敢来 我就把你打出去 快快快 扫梅打眼的回来了吧 哪里哄了 我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 你说人秋云生个闺女 你看你那脸掉的 给你熬了鸡汤 做了小衣服 你都不知道给人送过去 感觉生个闺女 跟你没关系了是不是 现在想要了 早干嘛去了你 那我 我现在不是想认这孩子吗 你还有没有点男人样啊你 我跟你说 女人在这时候啊 最要的就是哄 你这么做 你把人秋云的心都伤透了 想要孩子 你也得有个补救的方式 对不对 把鸡汤拿着 把小衣服拿着 有个诚诚恳恳道歉的样子 就这么空着爪就过去了 等着让人往外轰你呢 活该你